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台海战争 他以下的论述 请大家注意 如何避免一场因台湾而起的战争 超级大国的冲突将震撼世界 美国和中国正在为台湾战争做准备 一旦有事情将蔓延至东北亚 以及全世界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事实上呢 全世界过去的战争 只要是毁灭性的后果 它就不会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他定调 而且国安会也首次定调 美国寻求和中国的竞争 而不是冲突 或者他看不出来 中国在短期之内 有任何攻打台湾的打算 大致上定调了这段时间 沸沸扬扬的台海危机 在台积电同意两个场 设在美国之后 这个事情告了一个段落